今天来聊一个看起来不正经 但要很正经的话题 囚禁play 如果我说这世间万物都在玩囚禁play 你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今天必须要拉着你去看一看 我们不去看那些性能量发生偏移的小众群体 而是货真价实以自由 以生命为代价的终极囚禁 这是一种控制被控制的双向狂欢 第一个控制狂是摩尘木的国落 摩尘木这个大坑真的就是迈过去了 不过倒也不急 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风景 诗经小雅小碗里提到过 明灵有子孤罗 不知说的就是他 那明灵是个啥 林赤母不放儿子 主人在启明这方面的能力 真的是登风造极 什么都能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明灵的孩子是谁呀 是毛毛虫 孤罗抱着明灵的孩子回家 那回家干嘛呢 当然是搞囚禁了 孤罗在工程建筑方面造诣非凡 相比那些挖洞的土风 要多出几层楼的技术水平 既保持了外表上的美观性 又兼具了功能上的实用性 而且都是他用荷叶独立完成的 那搞这个小桃罐干嘛用的 肯定是生孩子用的 他会把别人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奶粉 这是自然界一直存在的规律 你不时我又在 那我就屠杀你 所谓的一字而识 一辅而识 即便我打过你 我还可以去屠杀别人 反正身为生命 必须要保持公体才能活下去 孤罗会在一个网罐里 收集若干毛毛虫 然后产下后代 之后用你一把封装 他的终身大事便就此完成 像孤罗这种精致的囚禁 其实并不多见 之前无数次讲寄生风 他们的囚禁一般都比较敷衍 那自然更多的囚禁方式是 把他我囚禁在自己的肚子里 化学超度 常规的狩猎 趣味性不高 所以不做孤展 我们只需要围绕 有趣的主题来探索 另外一种囚禁方式是 放牧式囚禁 比如举腹椅 举腹椅这个家族 真的是很喜欢囚禁别人 有囚禁毛毛虫的 还有囚禁杰克虫的牙虫 一般情况下 举腹椅会保护自己的家畜 防止外地入侵 然后借克虫为野生主人 提供肥宅快乐水 而有些蚂蚁则会更加上心 它们更加贴近于人类放牧 会提省出物色操场 当发现鲜美的不敞 蚂蚁就会把家畜转移过去 量奶界的产奶量也会更高 而粉贱们也可以吃好喝好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其他的智能表现 像人类看到乌云一样 它们可以根据空气的湿度 判断降雨并提前躲避 待雨后天晴 它们又会出来集体放牧 母牛是人类的财富 而母戒则是蚂蚁的财富 所以必须要格外照顾 对于牧民来说 牛羊只是奶肉 蚂蚁和它的家人们一直如此 家人长 家人短 家人受苦 它不管 在富足的季节里 蚂蚁为家人挑选口粮 而匮乏的年月中 家人本身就是一种口粮 一个扎心的事实是 不管是家禽家畜还是农作物 天然的奴隶就要被收割 整个一生都要被收割 包括它们的子孙 龙庚文明同样会搞这一套 比如切叶椅 SM的底盒是权力控制 那切叶椅控制的是谁呢 是树叶吗 并不是 切下来的叶子只是 它们的情绪工具 它们的利比多投入的对象是真君 类似于猫剑的猫薄荷 看到树叶 真君便会立刻失去 抵抗力甘月做主人 他会把身体的一部分施舍给仆人 类似于血奴 这种主妇关系也会世代延续 这是一种互相收割 互求互得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奔赴 类似于打底一直爱主人 更原始的奴役方式是密 密罐以 它们并不会搞畜牧业和种植业 相对来说 它们的文明形式更加原始 夏天 繁华盛开资源充配时 它们就会多多采集 吃不完的结余 就会拿出来做储存 有专门负责仓储的成员 狐猎者会嘴对嘴 为给储藏者相当于一个存钱罐 食物短切时再取出来 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蚂蚁是超个体 一窝相当于一整个 人体也会有这样的职能分工 比如脂肪细胞 储存脂肪 这种囚禁关系 从远古时期就已存在 比如植物囚禁淀粉 占捐囚禁甘草 还有单细胞硅藻 囚禁夺糖 说好听的是储存 说不好听的就是囚禁 糖也有自由糖格 它并不需要你来储存 整个自然界都在玩这种囚禁游戏 甚至地球文明就是一种囚禁文明 糖这种物质是大自然第一个被规模中强的对象 植物通过光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淀粉 这里的本质是机体对分子的囚禁 而分子也在囚禁原子 两个氢原子囚禁一个氧原子生成水 两个氧囚禁一个碳生成二氧化碳 于是糖的诞生变有了物质基础 而科学甚至有能力从西北风里直接攫取淀粉 当然东南风也可以 可以说是淀粉如风 长半无身 至于到底是氧囚禁了碳 还是碳囚禁了氧 其实不好定义 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羁绊 一种爱的语言 与自由之爱刚好相反 自然界远远中的爱会更加匪测 它们的爱会更加原始 更加暴力 会强制性地与他者黏在一起 至此我们对一些小众的偏好 似乎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掌控欲 生命一直渴望回归原始 生命体会囚禁细胞 细胞囚禁分子 分子囚禁原子 原子囚禁电子 这是一个套娃的世界 包括藏在细胞核里的基因 仍然需要囚禁 它们囚禁的是谁 ACTG 它们囚禁的是信息 生子本来没有意义 勤慢的排列就产生了意义 于是这些有意义的信息 就产生了今天的我和你 我的视频同样如此 我会想方设法地囚禁你的注意力 骚手弄姿地引诱你 引诱你将生命意志灌注一次 目标得逞 一个贪婪的灵魂便这样得到洗礼 噢我的上帝 快掏出你的大手机 赞旗 我们可以用这种眼光去看待生命的起源 每种物质都拥有囚禁他者的能力 生命的起源固然非常复杂 不过底层的链条是清晰的 分子间的无序碰撞随即反应组合出了一个自我 可以代机传递 这是最原始的生命力 它让无机变为有机 而死的趋力又会让秩序从有机衰败回归无机 这便是弗洛伊德口中的生死本能 心理学家眼中的世界浩瀚清澈变态又神奇